你放心 就是该给你的股份 还有就是该付你的薪水 这些东西呢 都会好好地把这些做损 怎么了 没事 我爸叫我回去吃饭 他挂了 叔叔 听说那个阿 阿姨也来了 要 要不我 我请你们俩 一块儿吃顿饭好不好 有自己的女人和孩子 你去让她住在这种地方 为你效力 为你卖命 叔叔 我也觉得 她在这儿不合适 而且那些东西 都是她自己买的 每天一帮老爷们在一起 她在这儿真的是不合适 原来我想着 这种环境她撑不了几天 但是没想到 她的承受能力那么强 这是走的什么孽啊 她在这儿我也很别扭 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她跟艾莲 我也希望她怎么说说 我问你一句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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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我问你一句话 你说你可不可以 你问我 已一句话 说你等下 姚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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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还是把他叫来了 你给他的机会吗 是 妈妈怎么教你的 怎么喊 三爸 乖 孩子喊你能答应啊 我做错什么了 你说对了 他总是觉得欠别人 来呀 阿姨带你去买吃的 行 百分之五 远方 我也浮出了心血啊 怎样